我老公找了个有钱的小三 经常用他的信用卡偷偷给我转钱 仅仅半年时间就已经陆续赚了八十多万 我假装不知道 美滋滋收下拼命的话 直到有一天 那位小三找到我公司 上来给我一巴掌 你们夫妻俩是不是商量好的 可着我一个人使劲空呗 你们他妈的还要不要脸 咦 我被他打得脑瓜子嗡嗡的 半边脸火辣辣的疼 这女人手劲也太大了 说话呀 是不是心虚了 他揪着我的衣领恶狠狠的说道 我告诉你 许葳葳 他转给你的钱 我会走法律途径一分不少的追悔 我会让你们夫妻俩吃不了兜着走 他妈的穷疯了吧 竟然用这种方式骗老娘的钱 我呸 公司的人健壮 纷纷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看过来 有些同事还兴奋的拿起手机开始拍照 一时间 我成了话题的中心和备受瞩目的焦点 你谁呀 你凭什么打人 我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 带着哭腔委屈巴巴的说道 还有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你喊给我装是吧 我让你装 他抬手在我另一边脸上又打了一巴掌 这次力气更大 直接将我哐当一声扇倒在地下 来来来 你自己看 他将一打A4纸狠狠地砸在我脸上 这些账单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 收款人徐薇薇 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你们夫妻俩明摆着合伙骗钱 说完他面向全公司的人 大声说道 就他这种骗子 你们还敢跟他做同事吗 不怕有一天遭他毒手 被他骗得倾家荡产吗 血腥味在嘴里蔓延开来 我吐了一口血水 挣扎着刚想起身 又被他一脚踹回去 你还想起来 没让你跪着 已经是我仁慈了 还钱 现在就给我还钱 不还的话 信不信老娘让你有命片没命花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围观的同事看不下去了 纷纷开始劝架 别闹了 再闹报警了 就是要闹出去闹 我们这还办公呢 报啊 我巴不得你们报呢 他甩开拉他的同事 笑得极为猖狂 我倒要看看 警察来了会怎么处理他这种恶心的骗子 这位女士 我擦着嘴角的血 艰难开口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说我们夫妻俩合伙骗你钱 有什么证据吗 这些账单就是证据 我假装听不懂 这些账单 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我让你给我转的吗 你别在这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 许巍巍 我不信你不知道 这些钱是你老公转给你的 我坐直身体 直勾勾盯盯着他 为什么我老公会拿着你的卡 给我转钱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 他被掖住 环顾一下四周心虚的说道 你别管我们什么关系 总之你们夫妻俩骗钱 是不是试识吧 为什么不管你们的关系 你该不会是我老公 养在外边的小三吧 否则他为什么会拿你的卡 给我转钱 你又为什么心甘情愿 把卡给他 我放你娘的屁 就你老公那个穷逼他还养我 他哪来的钱养我 明明是老娘养的他 此言一出 围观的人群 纷纷倒吸一口凉气 也就是说 你承认了 你们之间 确实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他脸上挂不住 顿的顿还是嘴硬道 承认又怎么样 宋景玉那个吃里爬外的小白脸 老娘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他 他妈的不仅花老娘的钱 还拿着老娘的钱去养自己老婆 真是臭不要脸 别让老娘逮到他 否则见一次打一次 这是法治社会 胆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拿出手机 亮出通话记录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马上就来 而且我们公司有摄像头 今天发生的事情 全程都有记录 我的同事们也全都可以为我作证 我会告你寻衅姿势和故意伤害 而且不接受任何刑事的和解 我们警察局见吧 啊 他听到我要告他瞬间火大 冲上来又要打我 恰巧这时 保安和警察同时赶到 我整理好衣服 擦干嘴角的血跟着他一起上了警车 结果刚到警察局 他就闹开了 哭着喊着 说他被人骗身骗钱骗感情 还拿出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等 控诉我跟宋景玉合伙骗他 警察同志 你们看 很明显 这夫妻俩就是骗子 你们可不要冤枉好人 一连大半年 他老公都在用我的卡给他转钱 我一个离异带孩子的可怜女人 我能有什么心机呢 不就是空虚寂寞 让自己有点小钱 找男人陪陪我吗 可他呢 竟然对我一丝感情都没有 拿着我的钱去养他老婆 值班的警察听得一愣一愣的 人都傻了 但凡是要讲证据 他的那些所谓证据 只能说明他跟我老公送警玉 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 除此之外 什么都说明不了 而我提交的证据 则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我不接受和解 他必然会被拘留 正想着 我老公送警 玉来了 那你的一看到他 二话不说 冲上去就是一顿暴打 边打边骂 边骂边哭 送警玉你这个骗子 你不得好死 你骗得老娘好苦 看我不打死你 呜呜 送警玉紧紧护着自己的脸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被现场的工作人员拉开后 他摸着脸上 被挠出的一道道血印子 呲牙咧嘴的骂道 张婉月 你他妈生之疯了 你能不能别闹了 我闹 你还好意思说我闹 你们夫妻俩联合骗我 我还不能为自己讨回公道吗 亏我对你那么好 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 说着说着 这个名叫张婉月的女人 突然坐在地下崩溃大哭 送警玉见状 一时竟有些手足无措 警察同志 你们也看到了 这女人简直就是疯子 明知道我结婚了 还不停的纠缠我 你们可要为我做主啊 还有 他打我老婆的事 我们不接受和解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你看这给我挠的 哎呦疼死我了 听到他这么说 张婉月直接疯了 送警玉 你他妈说的是人话吗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不信你没有爱过我 明明昨晚你还抱着我说 你跟你老婆早就没有感情了 巴不得早点跟他离婚娶我呢 你还说他在床上跟调死鱼一样 哪哪都不如我 怎么 皮上裤子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闭嘴 送警玉呵斥他道 大庭广众之下你还要不要脸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要不是你死相逼 谁愿意跟你在一起 我还爱你 爱个屁 我只是想从你那捞点钱 补贴家用而已 我爱的人只有我老婆 我永远都不可能跟他离婚 更不可能娶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他握住我的手 满脸歉意的看着我说 对不起啊老婆 回家我再跟你解释 总之我跟他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千万不要多心 好吗 他言辞很切 看起来很真诚 以至于我一时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其实送警玉这个人挺矛盾的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看不懂他了 你说他对我好吧 他的的确确婚内出轨了 你说他对我不好吧 他出了轨 还知道从小三大捞钱给我花 当真是舍不得我受一点苦啊 三 当天晚上 宋警玉当着双方父母的面 跪在我面前 我公公气得连扇他几个耳光 把他脸都扇肿了 他二话不说 全都认了 这件事的确是我做错了 你们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 他低着头认真说道 但请你们相信我 我是真的没想过要跟威威离婚 至于那个女人 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人家心甘情愿为你花钱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 你这个畜生 你把我们老宋家的脸都丢进了 看我不打死你 眼看我公公抬手又要打他 我赶紧上前拦下 毕竟我还指望着他这张脸为我挣钱呢 算了吧 说不定警玉真有什么苦衷呢 那女人今天我也见了 的确不是善茶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来逼警玉呢 我公公文言不由瞪大了双眼 威威 你没事吧 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为他说话 说完对着跪在地下的宋警玉就是一脚 是媳妇吗 咱们家娶了威威 那是祖坟帽清烟了 算了亲家 我爸也开始劝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你把他打死也没用 还是交给小两口自己解决吧 我们威威 向来是有主意的 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我爸说的对 我的确是有主意的 其实我早就知道宋警玉出轨的事了 只是没有戳穿而已 也曾哭过 崩溃过 无数次自我怀疑过 可是现在我想明白了 男人出轨跟女人没有任何关系 只是他骨子里扎而已 没必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她们走后 宋警玉跪在地上依旧没有起来 她拉着我的手解释道 我要是不答应她 她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总不能看着她死在我面前吧 再说 这是咱也没吃亏不是 我从她卡里转给你的那八十多万 够咱挣挣好几年呢 我曾说过要靠自己的努力 让你过上好日子 如今我也算做到了 不是吗 我被逗笑了 一时不知道该骂她 还是该夸她 毕竟按她的说法 她出轨的确是为了我好啊 所以你觉得 我应该感激你 不是 老婆 我只求你不要跟我离婚 那张婉月怎么办 让她去死 她打你这件事 咱只要揪着不放 她肯定得坐牢 咱们刚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她彻底毁掉 显然张婉月这个女人 是没那么容易就被毁掉的 她也不是吃素的 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不久 她再次找上了门 直接甩给我老公一份孕检报告单 跟她说 我怀孕了 孩子是你的 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死掉 就让你老婆经管告 四 宋景玉看着那张报告单 先是震惊 然后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她一直都想要了孩子 而我们结婚五年了 我一直没能怀上 她嘴上说着 不介意丁克 可心里比谁都想当父亲 张婉月显然也知道这一点 她鄙夷的朝我所在的方向看了一眼 继续说道 我记得你说 你老婆不能生对吧 宋景玉 你确定要为了这么个 连孩子都不能生的废物女人 亲手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 如果你跟她离婚娶我 以前的事 我可以当没发生过 反正我有的是钱 养你个儿子一辈子都不成问题 而我也是真的喜欢你 我跟她 你选吧 听到她这么说 宋景玉看向我的眼神 逐渐变得复杂 半晌后 她做出一个举动 让我和张婉月同时傻了眼 她将那张报告单 撕了撕了 表情和动作坚定的 好似刚刚所有的情绪 都只是我的幻觉 张婉月 她边撕边冷漠的对张婉月说道 你少在这忽悠我 我每次都有做错事 你不可能怀孕 再说 你只是个见不得人的第三者 我怎么可能让你怀上我的孩子 你生的孩子可是私生子 你觉得我会让她成为我人生的污点吗 说完她将手里的碎纸屑 砸在张婉月脸上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爱的人只有我老婆 不管她能不能生 我这辈子都只爱她一个 而我 永远都不能跟她离婚 娶你这种人 听清楚了吗 张婉月显然没想到 她会来正义处 整个人都傻了 半晌后 情绪失控般冲上来 她怕给了宋景玉两个耳光 歇斯底里的吼道 你这个畜生 你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认 我告诉你 宋景玉 我一定会去做亲子鉴定 会让你负责到底 名誉扫地 我死都不会让你好过的 宋景玉一次也没躲 捂着脸恶狠狠的威胁她 你打吧 打得越狠越好 这样我就能跟我老婆一起把你告了 不知死活的女人 看我不整死你 此时此刻 我应该上去拉架的 但看到这种狗咬狗的护死场面 我忽然觉得好爽好刺激 竟然有点不希望他们停下来 张婉月看着在一旁兴奋吃瓜的我 忽然明白些什么 更崩溃了 你 你们还敢说不是联合骗我 突然 她大口喘着粗气 单手撑墙 随后在我们的注视下 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怎么 碰瓷 宋景玉鼻的吃笑一声 我们家可是有摄像头啊 想讹我们 没门 喂 张婉月 连喊几声之后 在地下躺着的张婉月依旧毫无反应 这时的宋景玉肉眼可见的慌了 卧槽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月月 妈的 真会躲着事 低声重骂一声后 宋景玉小心翼翼的将她拦腰抱起 放在车里 然后猛踩油门往医院的方向赶去 由于太过着急和担心 以至于忘了旁边还有一个我 没关系 她忘了我 我可忘不了她 我拿出手机就给她爸妈打电话 毕竟他们要有孙子了 这大喜是不得通知医生吗 五 我带着宋景玉的爸妈赶到医院时 张婉月已经醒过来了 没什么大碍 只是气急攻心 气晕了而已 但医生再三嘱咐 她现在还在孕早期 千万要注意情绪 不然随时有可能流产 你们谁是病人的家属 满屋子的人面面相去 谁都不敢出声 眼看气氛陷入尴尬 我咬咬牙 举手说道 我们都不是 但也都是 因为她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老公的 听到我这么说 宋景玉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宋富看向她的眼神 好像要将她生通活泼一般 由于人物关系太过复杂 医生一时没缓过来 但也没再多问 简单交代几句注意事项 就让我去交钱了 好巧不巧 在收费处遇到了同事严姐 严姐这人向来八卦 我在公司听到的那些 乱七八糟的狗血故事 大都是她四处搜罗来的 包括那天张婉月去公司大闹 也是她看热闹不嫌是大 拍下来发到网上 以至于后来 我们还上了当地的热搜榜 喂喂 你怎么在这 谁生病了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单子 没等我反应过来 已经一把夺了去 哎呀 你怀孕了 哎不对 张婉月 张婉月是谁 你亲戚 突然 她想想起什么似的 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难道她就是那天 对对对 就是她 我索性破罐子破摔 她怀孕了 孩子是我老公的 这不我来照顾她了吗 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我都怀疑她再这么瞪下去 眼珠子非得蹦出来 真的假的 不是 喂喂 就这你也能忍 我还以为网上那些 原配照顾小三坐月子的 都是段子呢 没想到 意识到自己话多了 她及时捂住了嘴 不出意外 她很快就会将这件事 发到网上去 毕竟还有很多网友 在蹲后续呢 交完钱回病房时 看到我婆婆 正掺着我公公往外走 看样子 老先生被气得不轻 连呼吸都 变得困难了 看到我 她满脸歉意地说道 喂喂呀 这事是我们家对不起你 都怪我们没教育好景欲 你放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就绝对不会允许 那个女人和她的孩子 进我们宋家的门 听到她这么说 我婆婆气得直打她 你瞎说什么呢 那难道不是你孙子吗 你就眼睁睁地 看着老宋家绝后 你闭嘴 你还不嫌丢人吗 儿子变成今天这样 还不都是你惯的 其实我没兴趣听他们吵架 我早就看明白了 整个老宋家 也就我公公 一个人还算明点事理 毕竟她以前是体制内的干部 至于我婆婆 她想抱孙子 已经想到有些丧心病狂了 以至于得知张婉月怀孕 兴奋大于气愤 回到病房才发现 宋景欲不在 刚刚她爸把她的头打破了 包扎去了 张婉月哑着声音说道 完全没了以往的嚣张和跋扈 我这才留意到 病房里一片狼藉 地下还有血迹 看来刚刚不仅仅是吵架 那么简单 徐小姐 我们聊聊吧 我没理她 她自顾自地继续往下说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我也承认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不对 但我是真的喜欢她 也不介意为她花钱 甚至是为你花钱 反正我有的是钱 你还不知道吧 我前夫是个爆发户 她多年如一日的家暴我 我费了很大的劲 才跟她离婚的 按理说 我对婚姻应该感到恐惧 但宋景玉给了我爱 也给了我信心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六 你真的相信宋景玉爱你吗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说过爱你 更没有说过要娶你 你错了 她自信地说道 她是爱我的 只是她不想承认而已 毕竟我是插足的第三者 而她道德感又那么强 你不知道 她跟我在一起时有多满足 如果没有你横在中间 我们一定能过得很幸福 是吗 可我凭什么要成全你们 我可以给你钱 张小姐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用钱解决的 我跟她认识十年 结婚五年 我们 一百万 你说什么 我说 我给你一百万 只要你能跟她离婚 成全我们 按理说 在这种情况下 我应该是金钱如粪土的 应该狠狠地骂她 鄙视她 让她离我老公远点 让她别来沾边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说不出口 我心里很清楚 即便她不给我这笔钱 我跟宋景玉也是要离婚的 余生还很长 我不可能跟她这么一个 烂人过一辈子 太脏了 既然如此 何不趁此机会再捞一笔 既然要捞 那就捞笔大的 她张婉月不是有钱吗 那就捞到她大出血为止 你应该知道 我们的案子还没完吧 以我目前所掌握的证据 让你去坐牢 简直轻而易举 至于宋景玉 我有的是办法 让她跟我离婚 并且净身出户 说到这 我顿了顿 轻轻地笑了笑 所以张小姐 你凭什么认为 你区区一百万 就可以收买我呢 两百万 我笑着摇头 示意她不够 她咬咬牙 下意识握紧拳头 三百万 见我依旧没说话 她的语气 不由在了点祈求 不能再多了 真的 你已经从我这 捞走八十多万了 这三百万 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吧 我向你道歉 那天不该当众对你动手 可以吗 徐小姐 我不想跟你撕破脸 如果不是爱着同一个男人 我们可能会是朋友 别了 我可不敢有你这种朋友 我妥协到 我可以答应跟宋景玉离婚 只是她愿不愿意 我说了不算 这个你放心 我有的是办法 让她主动跟你提 好 我等着 由于她答应的太过干脆 语气太过卑微 我一度怀疑我要少了 可想到宋景玉那根烂黄瓜 也值不了那么多钱 瞬间心里又平衡了 算了算了 钱当便宜处理二手货吧 既然她爱回收垃圾 那就让她回收去 可离婚这件事 显然没我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无论我如何跟宋景玉商量 她都坚决不同意 我都说过很多遍了 我跟那个女人没什么 我纯粹是被她骗了 你不是说过相信我的吗 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怀了你的孩子 而这个孩子需要一位父亲 我让她打了还不行吗 不行 我眼眶湿润 无比深情的看着她说 老公 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有多爱你 为了你 我可以忍受这世上的任何一种委屈 正因如此 我不能耽误你 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孩子 而我一直没能怀上 现在得上天眷顾 另一个女人怀上了 我有什么理由不成全你 她听得一愣一愣的 可是老婆 你舍得跟我分开 当然不舍得 但是没办法 现在张婉月情绪不稳定 她也坐不稳 我们只有暂时离婚 她才能安心 暂时 你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等张婉月 把孩子平安生下来再复婚 到时候 我跟你 一起抚养 怎么样 你没骗我 当然 老婆 你真是太体贴了 我爸说的对 娶了你的确是我们祖坟冒青烟 他激动的抱着我转圈圈 我虽厌恶 却又不能推开 生怕会露线 毕竟 现在只有哄着他去跟我领那张离婚证 张婉月答应我的那三百万 才能顺利到手啊 其实就算我不这样 也总有办法跟宋景玉离婚的 只要我想 毕竟我们的事 已经在网上传开了 宋景玉的公司知道后 第一时间将她辞退 她没了工作 全靠张婉月养着 再加上张婉月肚子里 怀着她的孩子 无论怎么说 她都不会真的跟她翻脸 而她在我眼前上演的 所有深情的戏码 不过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如果她真有自己所说的那么爱我 那么她跟张婉月的事 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什么 为了从张婉月来捞钱养我 傻子才会信呢 气 其实最初知道她出轨张婉月时 我是崩溃的 我趁她睡着 用她的指纹解锁 偷看过他们的聊天记录 她跟张婉月说 不能生孩子的女人 跟废物没什么两样 还说结婚那么多年 早就对我没有感觉了 哪怕她脱光了躺在床上 我都没有任何反应 她就像死鱼一样无趣 在我心里 她连你的一根手指头都给不上 你这么漂亮 这么有钱 简直是上天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 你是我的救赎 类似的话 还有很多很多 难怪张婉月不相信宋景玉对她没有感情 宋景玉的字字句句 无不透露着对她的欣赏和迷恋 而她又那么趣爱 这也是她发现 宋景玉偷偷用她的信用卡给我转钱 立即疯掉的原因 她心疼的不是钱 真正让她受不了的 是宋景玉的欺骗 即便后来宋景玉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 跟她披情关系 甚至不惜羞辱她 对她破口大骂 她依旧选择原谅她 因为她对宋景玉是带有滤镜的 在她刚离婚的那段灰暗时光里 是宋景玉陪着她一起度过的 是宋景玉让她相信 她值得被爱 从那时开始 我就已经对宋景玉死心了 无数个深夜 我曾彻夜难眠 曾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 到底哪里做错了 到底哪里不如她 可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什么都没做错 宋景玉之所以这么对我 只是因为她是个人渣而已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也是后来 无论她如何在我面前上演那些深情的戏码 我都无动于衷的原因 她根本不爱我 她爱的只是自己的名誉 她以为爱一个出轨是为了我好的帽子 就能让我原谅她 然后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继续做她的好好先生 继续与我做恩爱夫妻 可她怎么都想不到 这件事闹大了 再往上传开了 而成为名人的她不仅名誉扫地 丢了工作 成了众人眼中的笑话 还被迫变成被情人养着的软饭男 拿到离婚证那天 下起了小雨 她看着我离开的背影有点失神 但反应过来后 快不追了上来 威威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不会跟我复婚了 对吗 我对她玩耳一笑 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 她气急败坏地逼问 看起来很是抓狂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跟我说你爱我 心甘情愿地成全我 还说会跟我一起抚养孩子 都是骗我的 我依旧没说话 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我跟张婉月的事 她的声音有些发颤 有一种被人脱光了 在阳光下暴晒的难堪 宋景玉 承认吧 你爱她 我平静地看着她说 如今这种结果 未必不是你想要的 我不爱 我爱的人是你 我跟她在一起 真的只是想捞点钱 补贴家用而已 事到如今 你还要自欺欺人吗 我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的 也许吧 但不重要了 我双手抱胸 定定地看着她 其实你应该知道的 既然你出轨是事实 那么不管怎样 我都会跟你离婚的 在我的人生信条里 男人出轨了只能扔掉 不存在洗干净了 继续用这一说 太脏了 我有洁癖 其实从宋景玉 用张婉月的卡 给我转钱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 事情会败露 张婉月会找上门 而那一天 就是我跟宋景玉 正式援近的日子 这意味着 她不能再继续为我捞钱 意味着在我这里 她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既然如此 那我为什么 还要继续跟她过下去 更何况 彼时的我可是 完美受害者 是一个被老公背叛 被小三暴打 被全网同情的可怜女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离婚时 我提出什么要求都不过分 只是 我显然小瞧了 宋景玉对我的感情 或者说 小瞧了 她对整个事件的不甘心 和报复心 因为在我们离婚后不久 她跟张婉月大吵一架 扬言要跟她分手 要跟我复婚 而张婉月受不了刺激 直接爬上了天台 扬言要死给她看 八 宋景玉 我为了你被世人唾骂 被自己的女儿和家人看不起 为了你损失那么多钱 受了那么多委屈 如今还豁出半条命 为你怀孕生子 只为了圆你的父亲梦 可你呢 张婉月气不成声 由于天台的风太大 她的声音听上去句句发颤 你跟我在一起时 用我的卡给你老婆转钱 还有脸说 靠自己的努力 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好不容易让她答应跟你离婚 可你不仅不愿意娶我 还让我把孩子打掉 不想负责 凭什么 我就问你凭什么 你他妈的凭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张婉月 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 你说啊 疯了 真是疯了 宋景玉原地抓狂 却又拿她没点办法 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先下来行吗 算我求你了 见张婉月丝毫没有要下来的意思 她的耐心逐渐被耗玩 张婉月 你能不能别再闹这一出了 换个花样行吗 真的很没意思 你以为我在跟 你开玩笑吗 你是不是真的不在乎我的死活 包括我肚子里的孩子 张婉月崩溃地冲着她大喊 完全没有任何理智可言 那你信不信 我真的死给你看 眼看她一个转身 就要从十几楼跳下去 宋景玉不得不认输服软 好好好 我信我信 我娶你行了吧 我不跟我老婆复婚行了吧 你老婆 直到现在 你还说她是你老婆 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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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发誓 宋景玉无语地举起三根手指 我宋景玉对天发誓 如果此生不娶张婉月为妻 就让我不得好死 勇士不得超生 满意了吧 嗯 这还差不多 可就在张婉月准备下来的时候 忽然脚下一滑 整个身体不受控制地往下倒去 以至于在手机里看直播的我 也跟着倒吸一口凉气 连心脏都跟着皱停了 只见下一秒 宋景玉一个箭步冲上去 猛地拉住她的手腕 可她太弱了 没坚持几秒 就被张婉月整个拽了下去 啊啊 两道刺耳的尖叫声 同时从手机里传来 我被吓得连手心都气满了汗 天哪 这两人竟然真的跳楼了 宋景玉刚刚发的事 竟然那么快就应验了 卧槽 这也太刺激了 我跟随着直播镜头 从楼顶往下看去 这才发现楼下早已围满了人 这是拍摄者说道 目前来看 他们两个都已经被台上救护车了 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毕竟一早就有人报警了 消防员也早已在楼下铺好了救生气垫 刚看到这里 就被电话打断了 竟然是宋景玉的妈妈 薇薇啊 你快来趟医院吧 景玉她从楼上摔下来了 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这可怎么办啊 她边说边哭 到后边甚至已经有点听不清了 你爸她因为景玉出轨的时候 换了脑梗 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景玉要再出点什么事 我老婆子可怎么活 我干脆死了算了 妈 不是 阿姨 你先别着急 我怎么能不着急 要不是你非得跟景玉离婚 婚到成这样吗 她不就出过轨吗 跟外边的女人有了孩子又怎样呢 还不是因为你不能生 行吧 既然这样 还打电话给我干什么 直接去医院 给你儿子收尸不得了 我可不惯着你 可我挂掉电话后 她再次打来 我继续挂 她继续打 最后没办法 只能去医院看她一眼了 毕竟不亲眼看看 都不敢相信这世上 竟然还真的存在现实报 就 他们两个最终都没死 侥幸捡回一条命 可是 生不如死 张婉月因流产而导致大出血 由于情况过于严重 医生不得不摘除她的子宫 从此以后 她再也没办法去圆宋景玉的父亲梦 也就意味着 她再也没有筹码 将宋景玉拴在她身边 这可能比直接要了她的命 更让她难受 而宋景玉也没有好到哪去 她因坠落时巨大的冲击力 而摔断了双腿 从此都要以轮椅为伴 而她又一向骄傲 大概不能接受自己终身残疾这个事实吧 可是没办法 这都是命 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时 她悲怅地哭出了声 一遍遍地压着嗓子 跟我说对不起 还在三强调 她爱的人自始至终只有我 跟张婉月在一起 真的只是一时冲动 你看到的那些聊天记录 都不是真的 我只是在哄她开心 让她毫无防备地为我花钱而已 老婆 你相信我吗 我不求你原谅 更不求你再给我一次复合的机会 我只求你相信 我对你的感情 我有些无语 这重要吗 当然重要 这关系到我的后半生 会不会在遗憾中度过 只要你相信我 我就会觉得自己是纯粹的 对你的爱是纯粹的 我不相信 我不仅不相信 我还觉得你这种人特别恶心 我毫不留情地说到 出轨就是出轨 再如何想方设法地去美化 她还是出轨 宋景玉 如果你大大方方地承认 自己不爱了 变心了 或许我还敬你事的男人 这至少说明你敢做敢当 可你呢 你始终不肯承认 她一遍遍地恶心我 说什么出轨是为了我好 你当我是个傻子吗 这话说出来 你自己信吗 她还想继续解释 可我已经没了听下去的兴趣 离开之前 我告诉她 其实没有生育能力的人不是我 而是你 我改了单子上的名字 只为了维护你那可怜的男性的自尊 她整个人如遭雷击 瞳孔瞬间放大 也就是说 张婉月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你的 想必你被她骗了 回想过往种种 她的双眼逐渐变得心红 连后牙槽都要咬碎了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那个疯女人在算计我 她可能只是太喜欢你 太想跟你在一起而已 喜欢 哈哈 她只是想给她的孩子找个爹吧 而老子 就是那傻缺接盘侠 也许吧 不过这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拎着包慢慢起身 在转身之前 平静地看见她道 宋景玉 以后你们的事 我再也不想听到 也不会关心 你好好养伤吧 我祝你在有生之年 重新站起来 而我们 再也不必见 威威 威威 她冲着我的背影 失声大喊 老婆 你别走 我知道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回头看看我 好吗 你看看我 她的声音伴随着无助的哭声 像极了某种动物的思鸣 听上去令人心惊 有些可怜 更有些可悲 而我心里再也无任何波澜 只想在有生之年 离她远一些 再远一些 全文完 我讨论的摩 但是我讨论的摩